我每年演唱会站上舞台,唱完歌 当我跟台下的观众说的第一句话 永远都是四个字 欢迎回家 欢迎回家 我想去做一件想了很久的事 我要开一个很不一样的演唱会 专属于火星的演唱会 走 一起去看日出吧 上路了,家人们,王安老师 讲解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去看华春雨演唱会 去看他的演唱会 主要是我们之前做过一期演唱会科普视频 谈了一下华春雨演唱会的预算 两场全部卖完,成本回不来 这哥们真舍得花钱啊 不管是音箱啊,还是整个演唱会的形式 感觉挺有意思 你是什么时候关注华春雨的 我其实是在快乐男生的时候就关注他 十多年前你就 对,十多年前啊 就是他跟那个邵文杰 我的原创有点奇怪 可能要用一种火星文的形式来表达 然后他跟上文杰就对上线了 说,你在创作的时候是这样吗 上文杰就说,哇,我也是这样呢 真的 终于找到同类了 感觉就这哥们很个性的 然后就一直在关注我 那你平时听的歌听得多吗 听过几首吧,像《烟火里的尘埃》 然后呢,还有像是改编的滑板鞋 我也挺喜欢的 然后还有一个哈利波特的那个前奏 这歌我感觉挺有意思 这次呢,王爷老师作为B站人脉歌之一 帮我们聊到了很高的权限 就我们这次拍呢 将会比之前的演唱会系列呢 拍的更深入一些 对,这一场后边呢 我们还会采访到主角方的老板 胡超老师 为我们详细的再讲一下这个演唱会 到底花了多少钱 他有没有赔钱那个演唱会 对,其实呢 在演唱会筹备期间啊 就在谋批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去拍过一次现场了 当时呢,现场真的是跟废墟一样 然后很多的路都没有铺好 然后呢,所有的基建都是现搭的 那舞台更别说了,都是现搭的 我看那个,你去那采访他的那个画面 感觉他已经不像是办演唱会的了 这胡超这也算是个大老板了吧 就跟包工头一样的胡超老师 这穿个军大衣 超哥现在这就是演唱会的场地 我看的像是荒地这样子 对,因为它其实就是一块荒废的公演用地 然后是我们演唱会的场地的一个处形 然后我们工区会把它改造装修 对,打造成一个我们理想的一个无可望 主办方呢,要把这一片 类似于废墟的建筑用地 变成大家的一个演唱会乐园 这我感觉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工程 而且主办方老板超哥一直在这边盯着项目 想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体验 之所以要现场丛林搭建 是因为本场混音演唱会 不同于常规的体育场演出 而是延续了花花从2021年开始 就独创举办的 乐园市户外演唱会的风格 各方面准备相比体育场来说 复杂程度是指数级增加的 整场演唱会为期三天 5月1号和5月2号分为下午和晚上场 火星人们可以在场内肆意的玩耍 和花花一起从白天嗨到黑夜 而5月4日则是历史首次的日出场演唱会 花花团队为了给歌迷带来一场盛大的海边日出 整个团队历经两三年的奔波考察 最终选址在了烟台里崩岛的沙滩 而这一潜无古人的惊人想法 只会负一个约 和火星人相互奔赴 日出场我们会在演唱会的现场看到日出 对 是凌晨3点开始 真能想 他是怎么想到这样的想法的呢 源于三年前的花了一场直播 他就问歌迷以后想有什么样的一个互动的方式 对 然后有个弹幕就说 有没有可能去做一场日出的演唱会 看日出可以想一想 还源于他之前创造一首歌叫走一起去看日出吧 有这么一首歌 所以黄阿姨说这个东西还挺酷的 所以就当时有了这么一个想法 那当时就一个直播就一拍脑门就决定 您就开始干这个事 对 就是我们家艺人整个团队整个整个的主创团队来说 就是一拍脑门就决定这个事就必须要干 就不计任何后果 不计任何失败的情况下 就这个事就必须得做 朋友们我就先给自己叠假啊 我是纯路人 正常拍视频的我要做功课 我要去研究一下这个演唱会怎么回事 这次呢我特意没做 给我留个惊喜 对我相信花花的粉丝是能理解洪诚老师的啊 就咱们没看过无所谓 我希望看过之后呢 大家都能在这个演唱会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 很有自信 看完这场演唱会 你一定会对花花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这么自信 对 就现在唯一知道的是 就是坐这个车有点羞耻朋友 这个车故意把我们的车改成了应援通车 对红色是花花的应援色 就是特别显眼 就是感觉一会交警就盯着我们 所以文艾老师你开车规矩点 我很规矩 拖手稳抓方向盘这样 然后现在夕阳你知道吧 我们车是红色的 所有路过我们这的那个白车 都会被印成红色的 染成了一股日出的感觉 这个五一啊 大几万位火星人来到烟台 共同期盼着这一场盛大的日出 我们的设置团队呢 由于带了很多的器材和设备 也花费了十个小时 从北京驱车前往烟台 直指烟台火星人沙滩 所有的车都在开我 这恐了家人们 好像很多人都追着拍 然后王爷老师就追着拍那些拍我们的人 这边应该就是这次办演唱会的地方 我们等下就去这边 然后这边就是羊马岛 是一个很好看的海边 那在开场之前将近十万人要来到这个城市 您压力大不大 要说不大那肯定不可能的 对 但是就是主要考量的一个就是城市的一些接待能力啊 包括前期啊 我们也大家知道一些酒店啊 涨价啊 对包括一些歌迷这个散场以后的接补啊 那这都是其实压力最大的事情 朋友们今天是火线演唱会的第一天 我们昨天开了十个小时 到这都已经两点多了啊 然后今天呢 我们早起把这个车放到了火线演唱会 批停车场距离整演唱会的现场还有一段距离啊 所以说一会我们要去坐接驳车 哎就在我们这一路开过来 你感觉整个的一个烟台的交通状况 你感觉怎么样 管理的蛮好的 他有那个交警叔叔一直在挟持秩序 对而且很多引导牌就是火线演唱会引导牌 包括是看到很多接播车在机场接观众过来啊 这个安排还是非常到位的 而且粉丝巨热情一直围着我们的车牌 对很热情 前面的王爷老师辛苦了 谢谢你 对特别感动非常温暖啊 好久没有人这么跟我说话了 特别特别开心 而且就是这个演唱会周边做的也蛮好的 不仅有这样大停车场那边 还有粉丝的打卡地 是的 对这一路指示都非常明显 写着欢迎火线人回家 对去看一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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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五一献给了火线演唱会绝对是不亏的 就是很好奇为什么 就这么大的一个流量艺人要来这种地方看演唱会 这地方真的偏的有点 太偏了 他不在烟台的市中心 离烟台还有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 离机场有两个小时 哇塞朋友们 这人好多啊 现在是排队入场的是吧 现在还没检票呢 我们还有一公里还能入场呢 然后你看这个队伍 过了安检的朋友们都是跑进去的 哇 恶不及待了 真奔赴啊 我现在在等工作证 今天有排面了朋友们 哈喽哈喽哈喽 对对对 好谢谢 谢谢 我们总共是五个人 哇哦 演职人员 拿到这儿了 哇有正就是不一样 感觉肩膀都不疼了 像各位也能体验到拿正进来的快感 进来了 那这个烟台日出场也属于这个乐园式的演唱会 之前您还办过像是杭州 成都 那这场您耗费的精力是不是比其他场大 那一定呢 因为他的这个这个参与度 他的代入感 他的这个这个体验度 是和我们常规性的体育场和体育馆是完全不同 做体育场的话比这个要简单 对对对 做体育场就相对来说环境可控 他说就是一个正常的演唱会嘛 就当放假了 朋友们有正真好 好大呀给我震惊到我说不出来话了 像不像来到火仁姐 哦是有点都是杀布 都是杀布啊 其实前面就是沙滩了 这边呢是很多像是周边呀 美食啊 还有各种的艺术装置啊 还有艺术装置 对艺术装置 还找了中国美术园院的朋友进行设计的 乐园不得有吃的有喝的 有卖周边的 卖周边的 对我可以 这卡西莫多的礼物啊 这是他第一张专辑的名字 也是他的周边店 我可以买一下给粉丝抽奖 可以吧 卡西莫多的礼物变成王爷的馈赠 拿出你的大信用卡 我们刷一下 所有的店给大家买便 给大家抽奖可以吧 买便 买便所有的店都要买 一键三连 怎么说排上对了 我们有点上前面给大家买点礼物啊 据说红色水杯最火对吧 红色水杯已经没有了 哦已经卖煤了 你们想要什么呀这些东西 什么都想要 什么都要 什么都行 那一个来一份行吧 可以 OK朋友们买到了 这次我们强烈应援一下发花 这里面什么都有 到时候给大家抽奖 微博B站咱们都抽好吧 除了编织带跟杯子没买着 那个后面我们再想办法吧 希望那个专辑啊 防晒服 尾衣 T恤 这毛毯 餐垫 手机绳 这边还有那个充气沙发 大概有这么多 哇 那是吧 小小小小的 是吧 给你了 我带你了 再玩一次 好的 给你带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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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来 带我来 带我来到了王雅老师说的艺术装置的这个地方 不是艺术装置 这个是信号保障塔 之前我们看很多演唱会手机是没信号的 就是人太多的话 信号基站就饱和了 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这个图片和视频发出去 所以说要整这个 一般都是我见过的信号保证车比较多 但这种直接立塔的 而且这不止一个塔 这我是第一次见到 我现在试试有没有信号 满格 满格 黄老师这边就是我刚给你说的艺术装置 噢 虚静现场 好看吗 什么概念的这个是 我看不懂 这个是中国美术园院和火焰人会联合打造的 其实我也不太懂 一会给大家找这个装置的设计者 让他帮忙讲一下好吧 这个呢 是就是华全人演唱会专属的一个特殊内容 也是只有在他的这个限定版的乐园场 才会专门为粉丝准备的一个特别的体验 我们其实一共这不同的几件作品 都是根据华晨宇的就是歌曲啊 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有趣的元素 去生发出来的 比方说这件宝镜之城 因为在他的之前几次乐园场中 我们都看到他那个logo的一个使用 那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图上 我们有一个更多的一个叠加 或者一个buck版本 用一个就是大透震的一种方式 在地图上扎出他这个logo的一个形式 无限的反射跟反光的效果 其实可以让观众在这里边 可以就是把自己融入在这个环境里 还能够看到周围的一个环境 他为什么一定要办这个乐园场 因为你要听他的音乐 你就知道他是一个比较有想法的人 对 他是一个比较不按常规走的人 从演唱会上的角度来讲 他也愿意去尝试别人不敢尝试 或者别人不愿意去尝试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他会有不同的想法 会有不同的创造力 才能使我们的这个观众更知道 我愿意去体验什么样的现场 对吧 对于所有的歌迷来讲 我有了选择 就是我们会有不同的舞台 会有不同的场景 就是他会适合 喜欢各种不一样场景的不同的歌迷 对 然后那边就是主舞台了 这是比较经典的新环 去年在杭州的户外场 包括是成都的户外场 其实我都在网上看过资料了 还是很震撼的 好大 这年见过这么大的舞台吗 怎么这么大 还有个大圈在那边 那个是延伸台 这个舞台一直到这个球 都是延伸台 花花可以从主舞台走到这里 去跟大家做互动 所以说整个跟歌迷的距离 是非常非常近的 我们进那场看一眼 对 谢谢 所有的工作人都在说欢迎回家 体验很好 现在是B区 我们去A区 你想去到什么位置 我带你去可以吧 哪都可以 我想上台 上台这站就被陌生了 哇塞 这是我离舞台最近的一次朋友们 朋友们给你们感受一下 这个是我距离舞台的距离 我可以直接摸到舞台 然后这边就是粉丝的区域 它其实只有一米 非常非常的近距离这个演唱舞台 来这个演唱会的观众真的超爽 吃的超好 是的 它这个安保区 感觉就跟Life House差不多 对 Life House的距离差不多 是的 但它是大型演唱会 回家了 回家了 朋友们今天是第一天的演唱会的第一段开场 然后还有一分钟 花花就要在这边走过来去上班了 朋友们你们感受不到 就刚才我们上台看了一眼 底下全是人 对都是人 但是其实粉丝们呐喊花春雨回家 在后台是可以听到的 是好清楚 所以大家绝对是白喊 现在就有一种打仗前的那种肃静的感觉 谢谢 跳舞 四 三 二 七 开始 谢谢 那跟花花演出是什么感受 很过瘾 因为我觉得我还跟他还是挺搭的 为什么他的很多歌 其实有很多的摇滚乐的元素 因为我也很喜欢摇滚乐 因为我也演了很多摇滚乐 第一天看你这个表情 相当夸张 所以第二天我要控制一下 就是这个问题 但是演出也很激烈 就这个表情非常带劲 户外的感觉会更开阔 你想体育场它实是有座位的 就是你看到的观众 其实那个距离感 是其实相对来的反而是远的 就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场地 但是音乐节这种感觉是 全都在那种场地 相当于全VIP那样 然后舞台也非常大 所以你整个的感觉是更开阔 就会更过瘾的感觉 观众会更近 对 因为其实我们舞台离观众 其实第一排的会很近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大家的状态表情什么的 而且其实他们也都很厉害 就是有不一样的歌 会有不一样的点 非常好 而且他们都是每一个应援口号 每首歌它都不一样的 对 就是训练有素的团队 就是这种感觉 这个我也感受到了 就放也忘去 就全是人 命运吧吧的 我们过来给他做幕后 做纪录片 对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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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就到那个小坡院聊一下几句话就行 我们偶遇一位笑语 曾洁老师 对 我们是11年 我们10年 差不多 就很久很久就认识了 对 然后你先看到他在舞台上演出 就给偶遇下来了 对 然后试试华丽老师到何生老师 那你演这场跟演体育场的一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 一个是在室外 然后能看到大海 能看到很多观众在那绵延不断的 如果是在体育场的话 其实是看到是黑暗暗一片 你没有白天场 你看不到观众的脸 看不太清 就沉浅还更加 对 所以在这边的会有另外一种的震撼感 我觉得很牛 画水与日出场的音响 依然采用了国际顶尖的L-Acoustics品牌 除了主舞台的四组金 80支K1和K2音响之外 还给到看台区两组Carver的补位音响 每组都是十几支 之前我们视频也讲过造价 真是走两步一个音响 哇 朋友们 我们现在来到了主舞台的前面 对 然后你看这个东西 这个除了外边的Carver补位音响 是给到外场去补位的 然后我们的内场也是需要去补位的 因为我们这个线阵挂的是比较高的 然后它的整个的一个覆盖范围是更远一些 然后内场观众怎么办呢 就通过这一组组的小补位音响 给大家进行声音的补位 这每一个都是 基本上围绕一圈全是这个补位音响 这个音墙其实并不是一支 它是123456789101112 131415161718192020 超低音音响 所以说我们听到低频是非常震撼的 哇塞 站在这的观众部点头吹飞 这个低音音响也是 L Acoustics的KS28 好朋友 你们知道你们旁边的音响值200万吗 不知道 太偏了 上面这个18万一支 哇 所以说你们前面大概1000万的设备 我也点哇 但是光有音响呢肯定出不了声啊 没两支音响呢 就得需要一台LA12X公放 全台DGCO Quantum 5 各种其他的硬件设备啊 导播音频设备等等造价就没办法统计了 总共音响系统造价差不多就一个小目标了 我刚才讲完音响啊 你再看这个灯 这个灯呢是ACME品牌的 ACME呢基本上是咱们国内做灯光最好的一家了 他们案例也特别多啊 我给举一下像是奥运会 冬奥会 藏奥会 什么春晚啊之类的 哇都是大项目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乐园场 大概得有2000到3000盏灯 寸土寸灯 这个也是我看的多演唱会里面 用灯数量相当多的一场了 对确实 然后灯光效果呢晚上会非常非常的理想 夜幕降临后啊 和水灿的灯光效果一起大放异彩的呢 还有这面巨大的由奥运团队打造的 镜面舞台屏幕 整个舞美壮观 惊艳 整体呈现水准极高 给歌迷带来的观看体验呢 放在全国来说呀 都是数一数二的了 这就是后台的区域了 感觉你领我走进了一个不得了的地方 钢铁丛林 好吧 平地起高楼就成这样了 我还第一次看到大型演唱会的后面长什么样 等一下 光阳老师 我们是不是现在走到了休息区啊 对 华春雨在里边 在这张帐篷里 对 我们就不去打扰他了吧 要不我们问一下你家音箱什么 奋庭吊战 然后正对着这些休息室呢 就是上台的台口 其实呢 我们演员上台的时候并不只有一个台口啊 可能在随机的某个机关或者是某一个台口上 然后这个是根据整个演出的一个策划情况 接下来他需要在舞台哪个地方出现 然后演员换装呢 其实不在这些休息室里啊 是在这底下还有一个区域是给花花进行换装的 然后就会在一些VCR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桥段里边 差不多 然后快速去换装 三分钟 但这个流程我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你想看他换衣服 这应该拍不了 这剥不了对吧 我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在一个荒郊野岭的地方 就这些设备的供电怎么办 自己发电啊 那边有发电机 什么华晨宇用爱发电 不是自己发电 我带你去看一看 可以 我看这舞台所有设备的能源 就是这些发电站发出来了 我去 不是 王爷老师 就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他们扮演唱会一定要这么卷吗 为啥 我们快找到那边吧 这边是个厕所 厕所的下水道都是现挖的 现走的管道 我以为这是那种 不是 这是有下水道的 所有管路都是通的 这一圈都是 我之前给它掰素材了 可以看一下VCR 真正好 我以为这是毛坑 这有管道的 他们这底下埋了排水孔 所有的硬化地面 底下都有排水孔 不是 为什么你每次都要干这么满呀 把这个演唱会的配置 我们从来不以挣钱为目的考量这个事情 对 就是从来没有 从火星演唱会的第一天成立开始 就没有把这个事情以盈利为目的考量 也不能说情怀吧 我们对这个火星演唱会这个品牌 包括艺人对火星演唱会这个品牌 因为这是他付出所有心血去酝酿的 这么一个和孩子一样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比较珍惜 好东西都往上放 很多细节 包括很多的 您刚才说的灯 包括雷射 包括我们展现出的很多效果 我看现在网上也在发小呆呆 对 就是你哪怕看到我们一点点的 这个新学会不一样的地方 可能你就觉得只会飘价 我们这么多歌迷 跟着我们这么多年 也想让大家觉得物超所值吧 对 那跟花花一起演出 和跟别人艺人一起做演唱会 感觉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区别还是挺大的 就是他对音乐的要求 就是他会有非常独到的见解 而且能精确到细节 包括对整个舞台走位 然后一起排练什么的 我觉得都很敬业 他旋律的想法很不一样 就很厉害 而且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音乐学院的 科班出身 就这很厉害 深入的接触 因为我们歌曲很多 接触了很多他的歌 发现他真的音乐性上面的东西 还是很厉害 就是很有他自己的想法 就非常好 你感觉跟花花一起唱歌 这个唱的复杂吗 我觉得每首都很复杂 因为我觉得他是个艺术家 他的每首歌的变化非常多 包括音乐的设计 编曲的设计 合音 各种转调 就很多艺术感的东西在里面 挑战力很大 对 那你感觉花花这次 红线成会 你感觉最特别的一首歌 是哪首歌 其实说句话 他很多歌都特别特别 他的旋律的状态是很不一样 就很厉害 就跟很多现在歌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对 就是他的旋律线条里有惊喜在里面 然后包括南哥的制作这些 他就会让这个音乐很有惊喜感 很有心意 但又不会让你觉得不流行 你排斥 他不是 接触度是很好 内行的门道 外行的热闹 他全有 而且他很多歌我发现 就是互动感都很强 对 而且他很多有那种互客的感觉 因为他就这些 就是让大家可以很简单 就在一起互动起来 这个非常好 然后再停一拍 让大家去参与进来 对 这感觉特别 这个非常好 感觉花花的音乐会更完整一些 整个的演绎 是 这个日出场演唱会 就这场 包括烟台整场演出 你们提前多久就开始准备 我们排练的 第一次应该可能是在三月末 或者四月初那会 三月 对 一个多月 我们排了 因为他歌曲数量其实非常多 但具体多少首我就不偷了 因为花花会连演 他连演他是希望有不同的歌曲 就不希望两天一模一样的 他希望有新意 所以我们的歌曲数量是很多的 所以我们从应该是四月初就开始排 排了十几二十次的 而且是那种大段时间的排量 可能是七到八小时以上的 所以说是 而且男哥的要求其实很严格的 就是所以他每一个细节 谁跟谁怎么对什么 他都会要求很严格 所以说我们花了其实是很久的时间 很用心去排这个 那比起之前的演出这场累不累感觉 他辛苦他是一定的 因为确实他的 因为他还有下午唱 还有晚上唱 他整个的演出量确实是巨大了 但是其实体验我觉得是很好 很过瘾 真的很过瘾 而且其实大家给我们的反馈也特别好 因为观众特别热情 所以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在台上其实就会有更好的状态起来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好 对 那当时您是什么契机认识花花的 对是因为他当时他们选秀 选秀完了以后 天宇每年选秀完了都有一场都有一轮的叫做巡演 对 但是是他们选秀的 有的时候是前十几名这样子 对 当时那个巡演是我接的 那就一直去演到现在 一直跟他合作到现在 对 蛮长型的 对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 让你们合作这么长时间长达十年 其实我觉得是 第一是互相比较信任 对 第二我觉得是大家都有情怀 对 第三我是觉得 我们是共同经历和共同见证者 对 连续两整天从白天嗨到黑夜 花花的经历依旧在线 为所有火星人带来了精彩满满的演出 而最后一天 其实才是整场演出的重头戏 日出场 而这时所有人心中难免会有些忧虑 毕竟是前无所有的事 真的能做到吗 万一那一天没有日出 又该怎么办呢 距离演唱会入场还有六个小时 你说你要是歌手本人你会紧张吗 我肯定是紧张 因为毕竟是整个团队这么长时间了 对吧 是这样 而且今天这场演唱会真的说句实在话 有点万众期待了 大家都在好奇你要怎么搞 而且这个是确实是我没听过那个歌手在凌晨三点开演唱会 就是如果今天日出出来的时候多云看不见太阳怎么办 他这个事就太多不确定性了你知道吧 就是你又要看到太阳 然后又是凌晨三点入场 然后那么多人在海边 而且大家准备了这么长时间 其实我也挺担心的 就有点紧张了朋友们都 你有没有想过会凌晨三点会演个日出场这样的演唱会 从来没有 对 就是就我完全不会想这个事 所以说他们真的很厉害 就是他们他们敢想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厉害 真的 首先我脑海里第一个想法 如何能够通过审批 你想那会都是大家休息的时候 就是如何能够做到 就是说很顺利的过这个审批 这个是我第一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 我在想哦 如果能够演日出场 那非常酷 其实很浪漫的一件事 因为你你演演的时候 那个太阳慢慢升起 我觉得非常对 这个是非常好 就是我们大概改了三到四次的时间的点 哦那最开始决定是几点开啊 呃 最早的想法是从晚上到早上 就唱到哈哈 对对对对 太远了 但是去年从九月份以后 呃 这个这个这个相关部门 出了一纸文件 这个就就就把这个跨天的演唱会 这个事情就是遇到期了 闭掉了 对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但是咱们零点就是合规的 呃对 零点肯定是合规的 日出场最难的 其实是在 它是一个非常规性的演出 啊 然后在 在呃 在我们这做一个非常规性的几万人的事情 这个事本身 难度的级别就是地域级的 嗯 对 就是基本上不太可能的 所以这个事其实是最难的最主要的 嗯 啊 然后其他的无非就是我们一个时间的不同 把这几万人在从半夜到到凌晨这个这个时间段给给这个服务好 保障好 对对对 嗯 这接波车是政府免费提供给您用的还是您花钱去 那一定是这样 其实从火星演唱会呢 从从开始到现在有接波车这个事的时候都是我们花钱 其实演唱会现场你看到的安保啊各种人员都是主办房 从来我们没有享受过说这个这个免费 只不过是我们花了钱让歌迷享受这个免费的服务 啊 这一定是我们花钱 这些都是票价的一部分 但是大多数人都以为这个可能是当地的承办城市可能会帮您负责这个费用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你像我举个例子一连排这个次我们基本上花了七位数 就是接波车 光接波车的费用 对啊 而且第一天我花了这么多钱 第一天还出了问题 对对啊 所以其实我们也特别的 头疼 对对对 特别的 其实我这对于我来说特别的恼火 就是我无缘无故的让歌迷多在那儿可能等了 好了很长的时间 天还冷啊 对没有我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第二天第三天 我在就是因为我们重申了 要坚持这个用我们最早给出的符合我们的接波方案 对 然后呢 后面第二天第三天就没有 好非常多 现在是2024年的5月4号 我们12点钟 不到 11点59 11点59分 我们要出发了 我们去看日出 我们去看日出 好年轻啊 我们 我们其实已经不年轻了 对 我们其实已经不年轻了 但是要做一件很年轻的事 对 好浪漫 为了给日出场呢 留有足够的精力啊 3号这一天的空档呢 花花江进行休息和调整 我们也没闲着 开着火星议员车呀 去烟台的闹市区 随机拉了一位路人小姐姐 跟我们共同进场感受 有一种 一起熬夜的 也不是熬夜的 这感觉就很奇妙 有一种 一起干坏事 有一种那种乌托邦的感觉 这里 就是有一种那种高中的时候 就是偷偷熬夜 不睡觉的感觉 对 3 2 1 嘿嘿 好嘞 期间呢 我们还遇到了非常多 可爱热情的火星人啊 给我们的小姐姐呢 一顿案头案例啊 很快呢 她就彻底融入了 这一火星的氛围当中 进入演唱会的沉浸体验了 然后一会我们就在这里看啊 这个位置 正好整个舞台都可以掀描 然后呢 我们看右边就是海 对的 右边就是大海 然后呢 太阳升起的方向是 这边 大家要记一下啊 太阳会在这边升起 但其实当天天气报 是说要下雨的 对 其实之前很久都要说要下雨 要这个阴天 要怎么样的 其实我们在前几天 其实也在安慰她 就是大概我们在说的时候 都说一定没问题啊 一定没问题 其实我们所有人的心里 也都在打鼓 对 但是呢 其实这个是到了最后演出的时候 就前两天演出的时候 我们都平常心了 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并不重要 我觉得大家其实 享受的是这么一个过程 而不是这么一个结果 对 如果因为这个结果的话 我们就可能开不成日出演唱会 就它因为有很大的风险 然后 而且我们当时和整个团队 包括和艺人 我们当时想的 做日出演唱会 最难的就是 我们当时想了 很多的 这个 没有日出情况下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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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这个应该怎么办 我是觉得就是 我们日出演唱会 这个事情呢 并不是唯一一个结果论的 即便是没有这个日出 整个这个过程 我觉得 大家一定也不会失望 在 这个年纪 在这个时间 在这个地点 做这么一件 非常浪漫和勇敢的事情 或者疯狂的事情 我觉得 这个是最对的一种决定 我还望无非的病痛 太多生命 无一心 扭力 想不想知道 木蝶柔软的一生 到底能 没多高 为什么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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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信 不信 我 所以 不信 朋友们看我们背后的这个天 亮咯 距离日出还有30分钟 时间不多咯 花花就这样又唱了一夜 渐渐的我们看到天际缓缓被曙光染上了低抹亮色 在对结果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秉析紧张之中 5月4号的日出就这样来临了 接下来这首歌曲 我们一起来迎接美好 向阳而生 沿与玄蓝城 与希望生 与一切无常 相 心急凡乡 情为广乡 请一切如常 白昼会面长 照亮心脏 与一切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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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也是 留下来这首歌曲 与一切无常 我像我看过 高金色的疼狼 匆匆潮在人海 对风吹着流浪 可不已经不定了 还是阳光灿烂了 只是它总是想我 不但就让温暖 缺散礼物 给城市一场风浪 看远风望中 奇迹热起的那一个 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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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那这个日出演唱会对您而言 最后的结果蛮不满意 我非常满意 就那个日出其实是我们有史以来 所有人啊 有史以来就是从我们 想做这个日出演唱会以后 看到的最美的一丝日出 就是我们在任何考察的过程当中 在任何的地点 任何的时间都没有看到 有4号那一天 这个我们日出场这么美的态度 就是完全美 当时我们所有人也都经过 这也是重望走归 对 应该最好的安排吧 就当太阳升起的那一刻 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我们下来沟通他也是这么想的 不管再困难 不管是这个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 但是呢就是 就是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来讲 其实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值得的 希望这个事情都值得的 希望到我们下来 那一刻去唯一的 虚惹一的 我还能有什么 我们下来的 我都只能有什么 宇宙啊 我们下来的 虚惹一的 对梦的表霞 嗚惹一同 就这个事情 我能不能看到日出 或者是日出会不会很美 那天会不会这个 下不下雨 对 下不下雨 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并不重要 它其实是我们 就是艺人和他歌迷的一个约定 然后呢 也是说我们去享受这么一个过程 是共同去追梦 共同去这个疯狂 共同青春的一种 非常难忘的体验 我觉得大家其实 享受的是这么一个过程 或者这么少这样的重复 在种上 流动中 要跑 坐在地下 进之 Hu 您的残念 对 大家 心地 作曲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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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彼此送拥歌唱 希望你看荒芜之地那颗 太阳无论世纪中下绝望 希望别哭 你永远是我的太阳 我们彼此送拥歌唱 希望你看荒芜之地那颗 太阳无论世纪中下绝望 希望我看到 太阳 太阳无论世纪中下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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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这时光倒流啊 就再给您一个这个机会 让您开日出演唱会 您还会选择我再干一场 还会干 就像其实日出演唱会一样 或者就像当生鸟巢一样 很多事情是我们当时 一拍脑门的梦想 但是后来我们都已经 把这个事情给实现了 对 当然这个里面最大的功劳 都是艺人嘛 对吧 因为它是我们整个魂演唱会的灵魂 对 然后它是歌者 但是它的很多梦想 我们一块也替它完成了 也是大家一块完成了 我们共同的梦想 互相成精 对 就是作为你自己个人出发 办这样的演唱会 您的初衷或者愿望是什么呢 完成我们共同的梦想 我觉得不管是不是我们粉丝 都很替我们骄傲和自豪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 说这个事情最大的成功 或者最大的欣慰 就是大家会觉得 中国还有这种的艺人 还有这种的演唱会 还有一帮去共同去完成 追梦的这个过程 或者是这个浪漫的这个过程 我是觉得这个事情是 比较骄傲和自豪的 对 每一个人都能在这里 得到自己想要的力量 对 我们当时就是开着车 找到了一位 其实并不是他粉丝的观众 这边其实整个的运气都不太好 最近可能家庭有一些原因 然后失恋之类的 然后被我们带进来了 但是之后呢 就发现花花的歌迷都特别好 他不是粉丝 还为他去介绍花花的演唱会 每个人一人一群 那种感觉 那种凝聚力就特别特别好 然后呢还给他做装造 就从路人变成了 能一起跟火星人 一起拥抱的这个感觉 而且他说 这是我今年遇到最幸运的一件事 我还是感觉 确实是能在这个日出场 能在花花的演唱会 一个非歌迷 哪怕是路人 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力量的 对 其实这些就是我们来做这种 这种事情的一个动力和这个 这个欣慰的地方 不一定是我们的歌迷 想让更多的人去和我们一起 去做这么一个既疯狂又浪漫的事情 有无数个这种路人啊 或者这种事情 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事情得到升华 对 我们想把我们这个体验的 我们歌迷体验的 我们所有的包围艺人体验的这些浪漫 去勇敢追梦的这个事情 就传递了这么多的人 就传递了这么多的人 我希望这些歌曲能够对一些人是产生一些影响的 我不能说能帮他们化解难题 但至少能帮助他们抚平心里面的创伤 希望能能用这种方式来帮助到他们 我觉得开演唱会仍然会让我觉得很温暖很安全 就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能就是我能从心底在现场能感受到爱 对爱 演唱会马上结束的唱了一夜啊唱了一夜 唱了整整三个小时 现在状态还非常的好 好我们看一下华晨英老师下班的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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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明显端会结束之后30秒坐车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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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明显端会在休息是坐一会的 没法吃已经太累了肯定得回去休息了 对 那您刚才也说了哈 就是花花要从晚上唱到早上就像是这么设想的 我们也看她当天日出场 从凌晨三点到早上这个体能非常的好 而且状态没有影响 条时差是一定的 对 包括之前有针对性的排练肯定是 肯定是有的 对 针对凌晨三点排练 对 包括其实我觉得是她的一个期待 包括她的包括整个团队的期待 大家都是比较亢奋的 因为这个确实 这不是一场这个常规的演出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就是 这是可能我们近几年来最重要的一场 对火星演战会 对 下台的时候我们去拍她下台的状态 一路跑下来的 非常非常的开心 整个状态非常好 肯定的 第一完成了她的一个梦想 完成了和歌迷共同去想要完成的事 而且得到了一个结果 虽然我们之前说 结果并不重要 这个又有过程又有结果 这个事情相比来说 比较完美了 所以她一定也是很开心 就哪怕你不了解华晨宇 哪怕你是一位路人 你看到日出的时刻 其实都是会热泪盈望的 就是这样 几万个人共同期待那一个时刻的时候 而且她真的把这个太阳唱出来 虽然天气预报说要下雨 但是现在此时此刻万里无鱼 事实证明这个世界还是有 这样疯狂的人做疯狂的事情 才会更有意思 要不然太无聊了 就像我来之前 我说某时候不怎么听华晨宇 是不了解她的 就是我其实是对她整个的这个文化体系 及她音乐人格是不够了解的 其实这次连看了三天之后 我大概明白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她是一个对音乐 有着无限热情的人 娱乐圈很流行 搞些什么人设什么的 但是一个人真喜欢一个东西 你是藏不住的 是的 就你不喜欢这个东西 你装你喜欢 也没有热情 观众能看出来 华晨宇利用她的音乐和舞台 创造了一个叫做火星的概念 然后她的粉丝认可并承接了这个概念 就是他们是一个互相成就的一个体系 这点我也觉得特别好 就是今天其实最后几首歌的时候 就看到华晨宇的粉丝们都抱在一起听歌 这是我在其他演唱会上面 几乎我就真没看过 对粉丝特别的团结 就像一家人一样 一家人一样 对啊就是华晨宇给你们制造的这个世界 粉丝们就真的住在了这个世界里面 人与人之间几万人之间找到了共鸣 你站在现场听15分钟版的向阳而生 你不可能没有一点点感触的 你站在你前面是华晨宇在唱这首歌 然后你一回头就看着太阳从海边升起来 哎呀好棒呀 特别棒 看了个日出还看了一个很棒的演唱会 现在有一种这个世界上的心事都了都了了 可以结束了的感觉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只想一睡不醒了 好的朋友们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用了点个关注一键三连 给给这个困了生不开眼睛的王爷老师 一点一点动力 对那如果你想让我们去看哪位歌手的演唱会 把他的名字打在评论区或者弹幕当中 没准我们真的会去到现场啊 也许也会找到本人跟他聊一聊 那就看各位的硬币头的多不多了 好吧 好 让我们下期再见 耶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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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你们是最辛苦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这日出演唱会都这么带劲了 嗯 那以后还有什么打算吧 这演唱会整出更更绝的一些创绩 就是从做完日出演唱会那天就在想这个事情 对 还有比日出更带劲的 嗯 想法成熟的时候 花会给大家有交代的 但是其实每一年的东西 都有新想法 都有新的想法 都能让歌迷达到一个满意 所以这块这个我们再努力吧 对对对 等于说这也不算是释怀 反而要迎接更大的挑战 那一定的 这不是不能做到的事情 对 比如说去火星开演唱会 哈哈哈 对那马上就要在中环开这个香港演唱会了 然后这一场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大家透露的信息啊 嗯 肯定会和内地有些不一样 对 然后呢 我说的不一样可能从呈现的角度上来说 那规格会缩水吗 不会 完全一比一的过来 就是其实我们想说 就是想让大家也多了解一下我们内地的音乐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这么一个音乐人 这么一个这个这个创作人 有独特的对音乐的态度和想法 嗯 也就是在香港这个地儿 也就是想把火星演唱会展示给世界更多的人看 就是有这个想法 对 这是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最初的想法 那今后有没有打算就开世界巡演 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到了合适的时间 做合适的事吧 也不排除吧 ok 那我们最后再期待一下火星演唱会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清醒 谢谢 谢谢王老师 谢谢所有对我们火星支持的朋友们 谢谢 ok 那就这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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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